我想我似乎应该会上天堂 天堂里没有疗愈的有花香 歌手余佩珍同时也是台北文学记参与讲师 以独特慵懒歌声演唱自创歌曲 传递可爱与撒野的氛围 带出文学记也生活的精神 2024台北文学记正式起跑 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 今年主题文学野生活 以野的概念为核心 希望借由文字的翅膀翱翔 我在看佩珍表演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种浮起了一个 我那个世代的时候在台大校园里面 大家抱着吉他 然后唱西洋的流行歌曲 或者是台北的这个台湾的流行民歌 然后那种感觉跟现在 佩珍在抱吉他上面唱的时候 还是仿佛画面是如出一侧 只不过是中间间隔了可能三十天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想比较重要还是跟我们今天的场合 这个主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永远不用担心 世代有很多的价值的落差 只要文学的种子一直延续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会一直保持着 总有一批文青很像 很像很像很像 我想在歌词里面很清很 很明白的告诉我们 人生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即使拍坛拍背 这种非常人跟人之间互动里面 是非常亲密 但是也非常辛劳的这种互动 但透过文字透过文学 几乎都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文字的赤导飞到了更高的天堂的境界 这也让我有很多的感触 在介绍各位来宾的时候 我们有注意到其实不只是文学创作者 在刚刚介绍了很多包括史迹的导读 文史工作 带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这次的主题 文学野生活 希望把文学不只是在写字台上 或者透过文字的表述 而且也跟整个土地是连结起来 那更重要一点是他也串起了不同的时代 总策划风德平表示 在台北跨领域是如此自然而然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逐渐融在一起 带来新的野性 也是今年以文学野生活为主题的用意所在 文运到今年承办台北文学季正好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要怎么每一年和每一年不一样 对自己的挑战 但是深挖下去或是我们逐渐穿街走向 我们发现越往下挖越走 觉得台北的保障无穷 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觉 我们觉得他是用一种被发现 被探索的姿态在等着我们 那我觉得这个野 我们同事当时设计提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这样野放野 我们是不是怎么样 后来我在想台北事实上是一个多元族群 多元一域的城市 我们周遭几乎比较反而少见真正的台北人 就是我自己是父亲是广西 母亲是四川 我出生在屏东 成长在台中 然后现在定居在台北 我觉得跟我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比较远的地方 它其实是北漂到台北来 那这些人心比较有点野性 都被台北的文化教育 逐渐的去融在一起 压轴的台北文学月影展 策展人杨元凌表示 策展理念正是要将电影 从单纯的影像观看中解放出来 让电影也能绽放文学的花朵 今年的文学野生活这个主题 也是我觉得 看到这个文学记者主题的时候 我就突然恍然大悟 我觉得其实我这几年在做文学月影展的策展的时候 的那个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一个野生活的概念 我其实就是想要把文学电影 然后影像从文学中解放出来 把所有文学的能量带到电影之中 让大家看到在电影里面 可以绽放出怎么样的文学的花朵 那今年的时候 刚好是世彭拉美魔幻文学大师 马奎斯他的十周年 逝世十周年 所以我们就特别规划了 马奎斯的电影专辑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他的一些著作的 重新翻拍或重新诠释 在影像上看到 那样子的一个百年孤寂的史诗故事 是怎么样可以转换成一个 比如说像是四山修士 他改编的这个《再见乡周》 怎么样的把西班牙的或者拉美的 这样子一个奇幻的史诗故事 变成了日本的乡村的传奇 那除了这个之外也觉得 马奎斯所一直信奉 或者是尊崇的那样子的魔幻的力量 其实正是当下的我们所需要的 然后那样子的魔幻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一种野放的力量 把自己内在的所有的能量从现实中 从各种框架之中释放出来 那或许可以让我们在现在的道路上 找到新的目标跟方向 那除了马奎斯之外 我们今年也特别规划了这个 西班牙电影大师的路易斯布牛尔 他的电影专题 那从安达鲁之犬的实验电影的 这样子的脉络 到后来自由的幻影 不管是怎么样 他其实都也是在写实的基础上 去开创一个对于未来 对于现在的重新思考 2024台北文学记系列活动 3月到6月陆续登场 邀请所有喜爱文学 热爱艺术的朋友一同参与 寻回台北与文学野性的一面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爹 谢谢观看